一,行善才能心安,或服游天主之,善恶游人主之,游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游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成得一日算一日。 曾国班家书咸丰八年十一月,那三月语诸帝书,大义,或服游天主宰,善恶则游人主宰,游天主宰的没有办法,只能顺从,游人主宰的,则能做到一分是一分,能坚持一天是一天,人生起事,千有不测风云,人有但兴祸福,这都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事,是要听起在天的,但为善还是作恶, 是人自己就能决定的,事件起在我的落脚点,善恶是人世间的一大主题,其中很多纠结,有人抱怨,好人不吵命,祸害一万年,人善被人欺,骂善被人欺,也有人说,很多乞丐其实都是骗人的,网上还经常爆料一些慈善机构的黑幕,但我们还是应当坚定这颗善良的心,怀着善念,多行善事, 如此则心安,心安则是最大的福气,阿斯陆决定出路,白办大事,以实为主,以才为福,白成大事,人盟举办,天意举办,曾国藩家书同志二年七月念一月居九帝国全书,大义,只要是办大事,就以见实为主,以才华为福,只要是成大事,就人的谋划因素占一半,天意的因素占一半, 人生起事,后半句就蒙解释了,蒙事在人,成事在天,千半句貌似也平常,办大事当然要有才时,要能干,会干,但要注意的是,曾国藩强调时是主要的,谁就是思想,思路,就是因为,思路是行动的方向,方向错了, 努力越多偏离目的地越远,所以做事之前,好好想想,想清楚再去做,是非常必要而重要的,所谓磨刀不磨砍柴钩,三,细节决定成百,古来才人,又成有不成,素真美在书密二字,曾文正公权集四批独卷四同志六年丁茂岁四月起,精灵独猿,大义,似乎有才能的人,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 大,根源就在书密二字上,人生启示,书就是书乎大义,命就是周密严谨,是君崇拜,往往取决于此,四,直面人生的不完美,君子守缺而不敢求全,小人则实施求全,全者记得,而令与兄随之矣,曾国藩家书道观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于国华国全书,大义,君子所固守的是残缺而不敢求完满, 小人则实施求完满,而完满实现了,时辱和不及也就跟着来了,人生启示,人如果过于追求完美,就会疲惫不堪,容易以求全责备,苛责于人,把人生的路越懂越窄,说到底还是没有明白一切本就不完美,不完美才有前进发展的动力的道理,随着月历的增长,才会慢慢化解心中的完美情节,然后你会发现, 之间几乎没有上帝的宠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要直面人生的不完美,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理,少了纠结,多了盼头, 五,人生要做减法,求叶之经,别无他法,约真而已矣,叶约一多不养身为不专也,无觉景多而无权可引,不专之就也,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朱笛书,大义,要求的是叶的精深,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一个专字,俗话说记忆多了不养身,就是在说不专的必处, 我挖的锦多却没有泉水可以饮用,就是犯了不专的过错,人生启示,在人生的早期阶段里,我们教育孩子,可以是多学点东西的,因为他的人生还没有定型,他的兴趣点,兴奋点,闪长点都还没有定数,这时把网砸得大一点,在未来的人生中,他选择的面会宽一点, 这个阶段里,人生是在做家法,三十岁,应当是一个温水岭,这时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一生的职业和奋斗的方向,不能在东一郎头西一棒锤的蛮干了,这时,你就要做剪法了,六,读书能改变气质,读书可变化气质,曾国藩家书通知元年次月念次月语及则记红书,大义,书读多了,日积月累, 可以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气场更足,人生启示,所谓富有诗书气字花,但这个气质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取决于读什么书,今天的读物太多元化了,又调查说,今天的大学生读物排行榜前十位,几乎都是什么魔幻小说之类的书,读这样的书会培养怎样的气质,就难说了, 七,感恩是福,人常怀亏对之义,便是在福之气,入得之门,曾能证功全集,依求却在日记类超卷上审客,大义,人如果能常常怀着亏对他人的心,便等于有了承载多福的容器,进入得些的大门, 人生启示,人怀亏对之义,则必有感恩之心,有感恩之心,则必然对人千功有礼,尽心效力,这种处事的态度,体现了一种高明的德行修养, 有利于获得他人的同桃报李,赢得信任与帮助,多想一下别人对自己的爱与帮助,怀着这颗感恩之心, 有助于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做出正确的决断,而且冥冥中会有一种力量拖着你,感恩是福,其真地极在于此, 八,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要认真,学跪出有决定不移之志,终于有勇猛精进之心,莫有见真永固之力, 曾文正公前级,其文几卷似国朝鲜政事略续,大义,为学的最初跪在有坚定不移的意志,然后跪在有勇猛精进的进取之心, 最后跪在有永远牢固保持的能力,人生启示,人生第一阶段里,心智幼智, 学时浅薄,人脉稀缺,是小角色,小人物,弱者,正时跪在励志,不甘居人下,做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 经过前期的励志,泛斗,积累,进入人生第二个阶段,此时心智成熟,事事动明, 掌握的人脉,钱,权等资源丰富,应打着再大一点,不止再快一点,放开手脚,建功立业, 实现人生的价值,人生第三个阶段里,要持赢保态,保持好前编曲内的成果,坚持笑到最后, 而不能有娇气,木气,不能虎头蛇尾,甚至崩盘, 九,成功需要三种品质,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时,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 有时,则一致学问无尽,不敢以义的自足,有恒,则断不不成之事, 曾国藩家书,道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月语诸帝书,大义,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有志气就不会干脚下流,有见识就能知道学问无尽而时刻不敢满足,有恒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人生启示,不光读书,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有这三种品质,有志,有时,有恒,有志才不会干与平庸,有时才能具备做事的本领, 有恒才能神聚木段,水跌石穿,把事情最后干成,三个方面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是千古不易的成功原理, 神,做一个好人,才可担当大任,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事,有此三者,到处人皆敬重, 曾国凡家书道观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语诸帝书,大义,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以为了不起, 能做到这三点,走到哪都会得到众人的敬重,人生启示,长期以来,很多人的人生经验是, 贪财得利,吃性无害,吹牛虎人,但这样的人有几个做成大事的,就算做到了做大事的位子上,又有几个做我的, 古往今来,就算有也是极少数,所以,我们谈成功,就要有这种见识和眼光, 我们谈修养,先要从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事,这三点上下功夫,的被人提及时说, 哦,这人还行,是个好人,十一,修身重安抚好身边人开始, 古兰武与宗族相当的未愁之圣贤,曾国凡家书道观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月与朱笔书, 大义,四古以来就没有与周为人,或组织未愁的圣贤,人生启示,修养的目的无非和谐二字, 内在的,身心和谐,外在的,与人和谐,与天地万物和谐, 这种外在的和谐自然是从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连理相亲开始, 你若是与自己的家人,相亲都弄得跟仇人似的,连他们都安不了, 还谈什么,安天下,十二,怎样才是君子,勤俭自持, 习劳习苦,可以处了,可以处约的,此君子也, 曾国凡家书,咸丰六年九月念九日,与季洪书,大义, 情奔解解自我约束,愿劳愿愿失得了苦,处于这种境况中人觉得快乐, 也能够遵守世间的规则,这样的人是君子, 人生启示,勤奋,节俭,自治,能够苦中多了, 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体会到了去, 明白并尊重社会人生的种种规则,而不感觉被拘束,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和境遇里,都能这样一以贯之, 从辱不惊,从容淡定,这样的人称得上是君子, 君子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 十三,格局第一,古之城大事者,规模远大与宗里密威, 二者缺一不可,增国班家属咸丰七年事月初四日与九地国全书, 大义,四古以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远大的规划和细节的落实, 这两点缺一不可,人生启示,格局及眼界,胸怀,指向的大于小, 这是成功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还要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做好大的规划与设计,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的剑形落实出来,这是成功的保证, 有了这两点,想不成功多难,增国班的伟大人生功绩, 正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和说明。 十四,没人处事要哪番外缘, 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已未魂寒,永不发露。 增国班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与九地国全书, 大义,我肚子里虽然也有些不合时宜, 但从来都是藏着,永远不表露出来, 人生启示,增国班同样对于很多观众风气也深恶痛绝, 但是之所以处,求腿不能,面上还是要随大略, 一个不字也不讲,这就是内方而外缘, 内方,才能留住自我,有自己的主见,实现自我价值, 来源,才能在为人处事上游刃有余,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两者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自我和主见的人,难成大事, 世上的磨练,则可以大磨自己的性情, 使之更加圆龙魂厚, 十五,人会在有恒心,人而无恒, 终生亦无所成, 增国班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与九地国全书, 大义,人如果没有恒心,将终生一事无成, 人生启示,凡是皆有周期,比如人的生长, 从孕育,出生,到学吃饭,说话,走路, 直到具备生活自理的能力,至少需要几年的周期, 道理谁都明白,可现实里,很多事都半途而非, 为什么呢?无非三种情况, 一是遇到砍了,感觉过不去了, 而是盖你矮了,觉得越做越没劲了, 于是建议撕迁,三是发现之前的规划和选择有问题, 必须做方向调整, 总的来讲,有恒更接近真理和成功, 有恒的道路上必然有各种砍,各种敌人, 有的要强攻,有的要等待, 但总归是过一个看,人才能更强大一些, 实用,奋斗并快乐者, 只是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获达通融气象, 二者并尽,则勤劳而以填但出之, 最有意味,曾国藩家书通知二年三月念四月于九帝国全书, 大义,做事之外,胸中还要有获达通壳之气, 两者坚固,就能虽然侵犯做事但是心境填但, 这其中最有意味,人生启事, 这确实是一种极于意味的感觉, 在发达,劳赖的工作中, 怀着一种淡淡的愉悦, 对此,曾国藩还写过一副对联, 养活一团春一丝, 撑起两根穷骨头,苦苦之称, 又怀疑派春天般的生机, 用阳士明嘴巴言松的话说, 就是同,并快乐着, 人生到底如此, 要学会欣赏其中的美感, 做不到, 不是人生本就是苦, 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十七, 只有偏执狂才能够成功, 男儿自立, 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家书同志三年6月16日, 于九帝国全书, 大义, 好男儿立于世间, 必须有一股倔强之气, 人生启事, 只有偏执狂才能够成功, 这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罗夫的一句名言, 偏执着必然倔强, 倔强有两层意思, 一是主见, 我认我的理, 别人怎么说, 我不管, 二是坚持,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毫无疑问, 成功的确需要这两样品质, 但要注意, 倔强不是好拥斗狠, 那是方向错了, 曾国法所说的倔强, 显然是以一身正气味基础, 十八, 要有一颗纯粹淡然的心, 黎明无助, 勿来顺应, 未来不赢, 当时不杂, 激活不裂, 始至未虚而已矣, 始至未成而已矣, 曾文正公全集, 依求却在日记类超卷上问学, 大义, 心中清楚明白却又似乎不着痕迹, 事情来了只管顺应, 事情没来也不去想他, 当时不杂乱, 过去了也不留恋, 这就是虚, 这就是诚, 人生启示, 声音语把这种心境比作照镜子, 照实行好剧情, 不照实空, 名目无招, 我看, 这就是一个孩子的心境, 小孩子会专心的用积木 累起一座城堡, 你若把他碰倒, 他会大哭, 烧耗子会忘得一干二净, 并在另一个游戏里开心大笑, 其实, 用佛家的话来说, 这就是活在当下, 专心做好手里的事, 其他的交给时间, 心境不受欺扰, 才能既活得自在, 又能有一番成就, 十九, 做事不疏忽, 带人要诚实, 敬以职工, 术以待人, 敬则小心翼翼, 事无举细皆不敢乎, 术则凡事流于第一处人, 功不独具, 过不推卫, 长丑记此二字, 责长旅大任, 辅佐无量仪, 曾文正公全集, 武书朝日六宇包春庭, 大义, 做事要能静, 带人要能数, 静就是小心翼翼, 事无巨细全都不敢疏忽, 数就是凡事流有余地, 功劳不独占, 过错不推卫, 长丑记住这两个字, 就门长期担当打乱, 伏去享用不尽, 人生起事, 做事要较真, 但人不能较真, 一个镜字, 一个数字, 道理平时简单, 以一个平常心坚持做好, 就会有一个顺利, 顺心的职业生涯, 让很多人都在这两个字上出了问题, 层次低一点的问题出在镜字上, 做事千不辖心, 吃不了辛苦, 敷衍应付, 层次高一点的做事能力很强, 很多还是管理人员, 但却在数字上出了吻奇, 因为过于看众与同事之间的竞争关系, 摇勾心斗角, 互相轻扬, 抢功摇勾, 闻过是非, 这样可能取悦领导意识, 但在公司里会逐渐孤立自己, 并最终失去领导的信任, 二十, 读书要读成自己的,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 则读书可用, 虽是能闻能诗, 博雅自诩, 一直算得十字幕朱努尔, 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念六日, 与朱笛书, 大义, 如果读书不读到心里, 想化为自己的东西, 耐化为自己的修养, 读书还有什么用处, 就算能写文章, 能作诗, 自认为博雀高雅, 也只能算是子的放诸的主观, 人生启示, 读书体贴到身上去, 就要真正的消化吸收, 使书上的内容内挂为自己的思维方式, 人文情怀, 内在修养, 并切实地改进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大人见误, 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否则, 就不过是附庸风雅, 重重门念, 怎么样才能体贴到身上去呢? 就是孙子说的日三醒无声, 要每天对照书上反省, 这修炼的, 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二十一, 天下世界乘以一个专字, 凡世界贵专, 曾国藩家书导光二十四年正月念六日, 语诸底书, 大义, 不管做什么事, 最重要的就是专一和专注, 人生启示, 专一, 持续的身亡下去, 才容易经, 专注, 才易于成, 三天打于两天善罢做不成事, 譬如, 你不定住一个老师, 就学不来真东西, 交友太烂, 就不会有之急, 为学事业要是已经有所专宗了, 然后涉猎些相关的方面, 这也不错, 但要是没有自己的专场, 建议思迁, 今天弄这个, 明天弄那个, 就完蛋了, 人生种种事, 莫不如此, 二十二, 想好了就去做, 不要迟疑, 烦人心之发, 必一股作气, 竟无力之所能为, 稍有转念, 则一心生, 思心一生, 曾国藩家书道观二十四年, 三月初十日于国华国权书, 大义, 只要人以知心一发, 就要一股作气, 尽自己的权力去做, 一旦有所迟疑, 就会生出顾虑, 进而生出权衡利弊的私心, 人生启事, 想到一个好主意, 或者有了一个好的念头, 那就乘着之虎心气努力去做, 不用想那么多, 想得太多, 前爬懒后爬虎, 斩前顾后, 犹豫不全, 夜里想出千条路, 明早依然卖豆腐, 最终什么事也做不成, 单断的断, 世界哪有百分的有把握的事啊, 父人家属里就讲, 不能等到条件完全具备了才去做, 那样就晚了, 有百分之七十的条件成熟, 就可以了, 况且很多条件, 是在做之中才逐渐具备的, 二十三, 什么也叫不出天天感, 步步前行, 日日不值, 自有到期, 不必计算, 远近而图长虚短探野, 曾国藩家书道光, 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与朱笛书, 大义一步步往前走, 一天天不停止, 就自有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天, 不要老是计算还有多远, 而只知道发愁将利益们, 人生启事, 曾国藩还讲过, 但行之有横, 自如种树是养, 日间其大而不绝儿, 你只要天天做, 就像种树或者养小动物一样, 你自己天天瞅着可能绝不出什么来, 而实际它在一天天的生长, 一天天的累积, 时间长了变化是很惊人的, 想想中国过去一百年, 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吧, 而天天计算路还有多远的人, 说到底是心还没踏实下来, 心踏实的人, 没功夫和心情去计算, 二十四, 不要随便献人情, 若非道义可得者, 则不可轻易受此, 曾国藩家书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与朱笛书, 大义能够得到却不合乎道义的东西, 不要轻易接受, 人生启示, 为什么呢? 因为受肥分之情, 恐半肥分之事, 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不知道需要为对方做什么之前, 千万不要随便献人情, 有些人情是一种培养感情的方式, 你来我往渐渐热络, 但有些这是陷阱, 千万要看清, 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或者过大的人情, 二十五, 让孩子多干活, 此之出读书外, 叫之扫屋, 抹桌凳, 收饭, 出草, 是极好知识, 却不可以为有损价值而不为也, 曾国藩家书贤丰四年八月十一日与朱笛书, 大义, 此送后代们除了读书, 能够让他们学会打扫房间, 擦桌椅板凳, 收拾半遍, 出草, 也是非常好的事, 千万不要觉得这样没面子而不去做, 人生启示, 少年时的劳动是非常有益的, 好处是多方面的, 既培养了责任意识, 又能开发智力, 提高能力, 安格斯说, 劳动使缘进化成员, 在劳动中孩子可以获得成长, 佛家说, 单税匹柴日式作产, 让孩子多办活事家庭教育的重要方面, 二十流,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门人不可无手抄家贷小本, 曾国藩家书, 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语记则书, 大义, 文化人不能没有随身携带的记事本, 人生启示, 千头万绪的事, 有的可能放手就忘记, 必须随手记下, 曾国藩强调手勤, 手道, 其重点就是随手做笔记, 这还有助于将做事的计划明细化, 条理化, 并保证尽快落实, 不耽误后面的是, 既高效率和成效, 二十七, 每逢大事有劲气, 军事变换无常, 每当唯一震撼之际, 遇当成新定律, 不可发知太重, 曾国藩家书旋风六年十一月, 初七日与九帝国全书, 大义, 军事本就是变换无常的, 越是到了危急紧张的时刻, 越是要心尽神定, 不可急于决策行动而乱了方寸阵脚, 人生启示, 危险灾难来临之际, 要提醒自己冷静, 哪怕只有一秒钟, 要脑子飞转, 想一个大师的处理方案, 不能本能抵东跑气壮, 乱了方寸, 要每连大师有劲气, 这样才能不使危机失控, 使困乱得到恶制, 而回归有势, 曾国藩还说, 危中有机, 对危机要一面应对, 一面发现和把握机会, 做到转败为胜, 机会无时无处不在, 具有这种积极心态的人, 是打不倒的, 二十八, 老练就是稳当, 打仗不慌不忙, 先求稳当, 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喜, 去要劲道, 又要简洁, 曾国藩家书玄丰八年正月初四, 约于九帝国全书, 大义, 打仗最讲究不慌不忙, 一开始必须求稳当, 然后才可以求灵活变化, 办事知识要悄无声息, 既要精准恰当, 又要直截了当, 人生启事, 我自, 曾国藩讲过很多, 其实就是一个隐字, 有隐蔽, 隐藏, 低调之意, 所以人们才将这样的人称在为稳重, 高手常常隐在幕后, 猎手总是藏在隐蔽处, 此外, 也不要好高骛远, 先保证做好基本的, 后面就算做不成大事, 至少不会出大披露, 如果能做成大事, 则逼以前面的稳当位基础, 根基不稳就一定立不住, 曾国藩行军打仗好用奔法子此手, 然后再突进攻, 就是求一个稳当, 结果建立了不适之工业, 二十九, 人的跟自己较劲, 强义之气绝不可无, 曾国藩家书旋风八年正月初四, 与九帝国全书, 大义, 刚强建议的气概绝不可以没有, 人生启示, 这个强义追忌, 就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 机自我控制的能力, 人的天性中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寄人性的弱点, 比如好义务劳, 刺刺, 虚弱, 春困秋法下打盾, 睡不醒的东法月, 好色, 他, 陈, 吃, 慢, 一等, 人要学着控制他们, 办法, 就是克制, 跟这些弱点对着干, 就新新的去除, 新新新的养成, 都是这么来的, 三十, 最大的财富是自身实力的提升, 天下是为了不从艰苦中得来的而可久可大折眼, 唐浩铭评点凉喜超及曾国藩家延超日记, 大义, 天下知识, 能够做大做强且维持长久的, 没有一件不是从艰苦中奋斗得来的, 人生启示, 这是因为, 艰苦奋斗的过程, 培养, 判造出了奋斗者的数据和能力, 凭借这种能力, 腿可以守住已经打拼出的事业, 尽可以以此为基础开拓更大的事业, 否则, 就只能来得快去的也快, 因为他没有这份素质能能力, 守不住基业, 更别提开拓进去, 所以, 人不能怕苦, 而不肯奋斗, 要将这看作对自己的磨练,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所有吃的苦, 都是值得的, 吃苦的过程, 也是必须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